将25个风扇绑在背上 能否大人飞上天空呢 在此前的挑战中 小哥便准备了足足上万颗轻气球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完成飞行 利用网罩将气球全部固定在身上 可此时小哥却并没有轻飘飘的感觉 用力在原地起跳 也只是比平常的高度高了一些 看来想要依靠轻气球完成飞行 显然有些不切实际 见状 小哥又花高价买来数百台古风机 通过木架 将古风机的出风口全部对准一个焦点 可当小哥踩着塑料布爬上去后 强大的锋力也只是将塑料布掀起 把小哥垂得四处乱爬 不过这两次的失败并没有打击到小哥 这次他准备了25台电风扇和一架滑翔伞 通过3D打印机制做出风扇管道 将它们固定在一起 制成了一个风扇背包 此时将背包和滑翔伞同时绑在身后 随着小哥缓慢助跑 当按下开关后 小哥的双腿竟然真的被带离了地面 并且飞向了高高的空中 不断调整滑翔伞的飞行角度 小哥竟然在空中 飞出了相当远的一段距离 尽管整个飞行过程持续时间并不长 但这出色的效果却远远超出了小哥的想象呀